-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曾哲祥 今天的大盤加權指數 在盤中一度在向下回測到了一個月限的位置 大盤最低一度跌到了89點 一度跌到了89點 那後面呢 在後面藉由一些護盤的這樣子的動作 撐盤的效應 那你說這個誰撐的呢 基本上我認為還是在於外資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會看得到在今天的價錢指數 相對於國際股市以及亞洲盤來說 來得強勢一些 其實這背後的原因 主要還是來自於外資 過去一段時間現貨買的太多 但是由於現階段台股適逢 即將要下下下下個禮拜 就即將要過年 所以交易上面來說會比較清淡一些 而且會產生一些比較突如其來的賣壓 所以現階段來說 得一次外資再撐指數 然後有一些個股相對來說 它就會比較疲弱一些 是因為即將過年的關係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今天的成交量也萎縮到了1199億 所以這樣子的盤勢呢 你說在這樣的盤勢之下 這就是阿強是先前所跟各位說的 這是一個震盪格局 震盪格局 你自然而然操作上面來說 就是不要追高 買黑不買紅 急漲急跌反向操作 在這樣的盤勢之下 我們先看幾個重點 就是說 你先按照這樣子的節奏來做 那當然做一個比較實在性的角度來說 像今天我們剛剛有談到 像南韓股市今天普遍是表現比較疲弱一些 當然受到一個相關的他們自己的科技股的影響 那比較疲弱 南韓跌了1.67% 台股相對是跌0.34% 沒有跌0.34% 差不多跌0.3%了 跌了34點 所以今天台股相對於亞洲股市來說 它是來的強勢一些 那我們再看匯率的角度來看 各位所有好朋友 你看 先台幣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比照兩件事情 這是韓環 韓環的部分 最近它沒有再創新高 然後開始在今天 有些貶值的這樣子的現象 但是反而是新台幣 還是維持一個非常強勢的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這是一個政策上的關係 政策上的關係 主要就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先前所談到的兩個部分 第一個包含了放寬海外的這個 這個受險基金 受險基金投資台股的上限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有一些海外大戶 因為稅改的關係而回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波 其實台幣的總是相對於這個 這個在韓環來說 它甚至其他有一些亞洲 負幣的部分來看 來的是比較強勢一些 那當然你說這個跟這個新任的 央弘總裁的這個 這個換了換了這個 弘總裁的卸任有沒有關係 當然這有一定層面的 這個程度的影響性 但是總結下來 我們最關心的還是一件什麼 還是什麼事情 還是說現階段來說 新台幣匯率的升值 對於後續一些大盤的影響 跟對於一些後續個股的 這個這個獲利上面的影響 這些都要評估清楚 就如同阿翔老師昨天所說的 你未來可能的潛在性的利空 就擺在那邊 那你自然而然在操作 如果這一檔個股的情況之下 你自然而然操作 你就要自己比較要適度的 可能可能該走就要走一下 那如果說反過來說 一檔個股如果是未來有潛在性的利多 可以預期到的利多 那我們當然拉回會去找一個買點 如果一檔個股 未來是有可能潛在性的利空 放在那邊的話 那逢高適度的調節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我們舉幾檔個股的例子 那昨天我們舉到的例子 是3019的牙光 那我想今天 前市長最關注的一檔個股 應該是3673的TPK 3673的TPK 殺到了跌停的這樣子的位置 那當然我們也不需要 去做一個落井下石的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說什麼啊 早知道前幾天就不要買 早知道就告訴你不要買 講這些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意義 雖然說這檔個股沒有做 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一定會非常的關係這檔股票 但是我們要注意幾件事情就是什麼 我們要注意幾件事情就是 TPK它在去年的第四季 獲利EPS是降下來降到1.51 那今年有一些在這個相關的 這個最新的數據來看 第一季本來就是傳統淡季 其實這一點本來就是可以預期到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短線藉由籌碼的優勢往上去做一個攻擊 但是你這個一檔個股 它的本質如果沒有真正的改變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去預期它 未來今年到底會不會成長 這就阿翔老師常常在講的籌碼產業未接 籌碼產業未接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TPK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說 它第一季本來就是一個傳統淡季 所以你預期第一季獲利會往下退 這很正常也很合理 但是背後的一個大環境因素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新台幣的升值 所以這個是阿翔老師先前一直不斷強調 你資產分配早做晚做 本來就應該要做 你新台幣升值的情況之下 你對於傳產內需 它會比較正面偏向比較正面有力的一個角度 那對於電子外銷來說 它本來就會比較負面 那我們要再去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這些可能是大家所忽略掉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先前在跟各位談的時候 你看新台幣升值的時候 對於傳產內銷有利 對於上游的也會比較有利 對於下游的會比較不利 所以這次TPK它去年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你記不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有很多的東西它都在漲價 萬物皆漲 包含了no-flash 包含了mosfit 包含了像一些類比IC 這個封測的這個部分 代工的價格也要漲價 幾乎都是萬物皆漲 銅價鐵礦砂水泥全部都漲 連紡織的上游也在漲價 所以這邊就是要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大的環境 大的趨勢大的環境 所以我才一直說你資產分配早做晚做 本來就應該要做了解這件事情嗎 那當然如果說現階段你今天是還有持有TPK 先前不小心被跟著看了趨勢 然後往上跟著跳上去的時候 然後他但是這邊有一點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說他今天殺下來 最後雖然收了跌停 但是他成家量是有放出來的 我們接下來要去看了 今天如果你有TPK的朋友 你盤後要趕快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看外資今天的動作如何 第二個縱使外資今天沒有賣 你接下來幾天也要持續去觀察 因為有時候外資會故意慢一點 慢一點賣 或者是判定他到底要不要賣 這一點是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就一個防守的角度來說的話 因為如果說你是不小心持有的朋友 防守的角度你當然是看這個 好不容易剛剛要上彎的一個季線位置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防守水位 沒錯嘛各位主要好朋友 他等於是這一波如果就線論線來看的話 這一波底部往上攻擊上去之後 因為利空消息往下殺了下來 今天帶量收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在明天後天都非常的重要 在下個禮拜都非常的重要 它是一個防守的關鍵位置 那這個位置如果破的話 那當然你就變成說你要看他的形態格局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回溫止穩 就在於這個季線的防守點 好這個就是當作投資朋友 你必須要去關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這個其實也符合阿翔老師 先前跟各位所說的 籌碼產業位階 好最近這幾個交易日 我想各位說好朋友 我們昨天已經跟各位特別強調了 我們昨天是再強調一次 因為前幾天早就已經先跟各位說過 接下來是進入震盪格局 震盪格局買黑不買紅不追高 了解這意思嗎 如果就這一段的角度來看 這幾天去買一定是追高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買黑不買紅不追高 好那我們剛剛談到這個角度之後 那我們要再去思考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那我們要去看的是什麼 去看的就是有未來可能潛在性的利空 擺在那邊的時候 那如果說有一些個股它是有未來可能潛在性利多 但是這個利多是還沒有發酵的 那股價還在低水位的 那自然而然就是我們會去留意 找機會上車的一些概念 這個也可以當作投資朋友 你在選擇你現階段這個時間點 哪些股票要淘汰 哪些股票要留著的一個篩選的基準 就是說你今天這檔個股 如果它的股價還在屬於一個所謂的這個 還沒有反映未來的利多 未來可以預期的機會 股價還沒有這個就像我們舉幾檔個股的例子 我還是要再一次的講 3105的文貌 你今年都成長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它股價過去已經過度反映 就算現在到260幾塊錢 它還是處於一個已經過度反映的 我們再舉2049的上映 這幾天好像看起來是強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它一樣是已經過度反映了 它今年的成長 如果說今天一檔個股已經過度反映了 它今年的成長性的時候 為什麼我說向上映也是過度反映的 為什麼 因為你去年整體來說前三季EPS才多少錢 1塊2.58給3.6左右 3.6給7塊錢左右 前三季大概7塊錢 那如果加上去年第四季大概10塊錢 10塊錢的股票現在377塊錢 那今年你再怎麼成長 你會成長到等於比15倍左右嗎 我想這個相對來說 它的困難度一定會比較高 你了解阿翔老師今天這個意思嗎 那當然就趨勢上的角度來說 它是還沒有轉變 但是當股價漲到一定的水位的時候 你接下來到後面的 它就會變成是籌碼開始去決定這件事情 價值已經沒有 因為它股價已經過度反映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 它到底還需不需要留著 我們今天在做一檔個股的時候 我們很強調的就是 產業籌碼產業位階 但是這邊有一點又要調整 這個這樣子 以上來說它當然是屬於一個 已經反映了它今年的成長性之後 它現在股價處於一個高位階的 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又要再去對比 那你可能聽完之後 你會想說阿翔老師 那這樣講是不是低位階的都可以留著 不是 不是 因為你低位階的股票 有一些你今年是衰退的 你低位階的股票你要去選擇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可以預期未來有潛在性利益多的股票 今年還是有機會會成長的 低位階會成長 低位階會成長 那如果說今天是低位階會衰退 那你留著它做什麼 談起來當然是要調整 我瞭解這個意思嗎 以我在看這個TPK 今年的狀況就有可能是低位階 但是可能衰退 瞭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不會去碰的原因也在這邊 當然 所以我們再舉另外幾檔的個股的例子 那有些高位階的股票 你現在看起來是高位階 但是我們要仔細去算說 它今年會不會繼續成長 而它現在這個價位 你現在去買你所承受的風險 或者是你所買到的價值是多少 我還是要再舉這個5534的長紅的案例來說 所以說今天它小跌了一下子 你就股價上來看 從周線上來看 它是已經漲了一小段 一段兩周三周 先連漲三周之後 現在這幾周 過去這三個禮拜是在量縮橫盤 量縮橫盤 就長線的角度來說 它也是屬於一個長期的低位階 沒錯 但是如果你單純只看它的日線 你會發現日線是處於一個 在高位階的一個整理 但是你這邊要去評估的是什麼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它就不叫做是真的高位階 真的高位階是指的是這一種 沒錯 你看你懂這個意思嗎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趨勢還沒有轉變 那當然你要繼續做事 OK 但是問題是你心裡就要很清楚 它現在這個位置不值得去重壓 沒錯 短線做一下OK 但是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你說要重壓 聽起來是怪怪的 這是邏輯性的問題 文貌也是一樣 文貌也是一樣 你這個要整理多久 這是月K線 月K線目前連兩周代量 這要整理多久 這還要整理很久 但是月K線呈現的是多頭 為什麼 因為3D感受的產業向上走 但是整理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今天先藉這樣的觀念 來告訴所有好朋友 你去評估你現階段 你手上的股票 第一個先評估出來說 它到底是不是長期 或者是中期的高位階 那如果是長期中期的高位階 的情況之下 那今年的成長期是不是已經 預先反映 是不是已經預先反映 那這一點你可能要去算一下 它現在這個位置 那它本益比到底多少 就像我再回過頭來 長期你不管怎麼算 它今年的獲利都是大幅成長 那它股價已經反映完了嗎 當然是還沒 除非大環境的趨勢 整個新台幣大幅變成貶值 如果大環境趨勢改變了 那當然我們就對於資產 銀建就要稍微退 但是如果大環境的趨勢 沒有明顯的改變之前 它當然就會 它後面還會繼續反映的空間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看它的月K線 1月份走出一個起漲的第一根 沒錯嘛 這是一個漂亮起漲的第一根 所以我們要回過頭來 再來看 今天有一檔個股比較可惜 因為最近整個盤面比較弱 所以盤面比較弱 就是最近因為即將要過年 有一些中小型個股 而不知不覺的它殺的比較兇 像昨天這個4943的康控 昨天亮燈今天這個砍成這個樣子 你按照技術分析 你昨天亮燈你沒有買到 你今天早上還想說看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下來了 到這邊你可能會買進去 買進去之後又套出 這是最近盤面對於一些 因為即將過年 有一些中小型個股 會發生的狀況 很多的投資朋友 他其實在這個時間已經選擇觀望 或者是掃桌 或者甚至有一部分 都已經大幅出進去過了 現在就會等過年 但是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就是說阿翔老師 你今天要不要報股過年 阿翔老師沒有辦法幫你決定 我會員朋友 我會幫他們試圖的去調整 做波段的我們當然會留著 有未來潛在的力度 可以預期到的我們會留著 有機會的當然會留著 還沒什麼漲的我們當然會留著 但是我們要告訴各位的就是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股票市場 它就是跟賭場一樣 莊家賞戶 莊家賞戶 現在外資做莊 外資前面買了一大堆 所以外資他要撐著指數 但是內資的這個部分 即將元月份營修要公佈 因為有一些外銷的股票 因為一月份 這個元月份營修的匯率影響 所以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拉起來之後 它賣壓往往會比較重 所以這就是阿翔老師 先前所告訴你 這是不是完全符合我所說的 先賣再買不是買更多嗎 買黑不買紅 對不對 先賣再買買黑不買紅 這個意思 現在其實我就覺得這樣子 那你說後面會不會有行情 我覺得機會是大的 為什麼 因為外資他是跑不掉的 腳麻掉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國際股市最近這樣子 台股都根本 繼續撐著指數 但是有時候撐著指數的時候 中小型個股會不會表現 你還要看節奏 那當然也許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這樣子的狀況還會產生 如果跌得稍微更深一點的時候 後面又會上來 我不會說指數 我說有一些中小型個股 因為價值又浮現了 籌碼產業未接 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 那我們最後再來談談這檔個股 康控今年有很重要的一個利益點 那除了這個大家所知道 XBOX這個遊戲機的這個市場之外 它貢獻它今年穩定成長的一個 貢獻它今年能夠反轉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營收的來源之一之外 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先前在回撤獲獻之後 然後往上恭喜站回所有的線上 然後現在連季線也開始往上翻揚了 那今天是因為盤不好 所以它創高之後 獲得這有一些下車的賣役 但是 它是一個多頭 對不對 它是一個多頭 那重點是在於什麼 我們要看的今年 以宏冠店來說 今年有很重要的一個 時機是在於說 它的這個新的電源管理架構 能不能夠正式通過國際大廠的認證 因為公司它原本預期最快是去年第四季 但是現在還沒有看到消息 我認為這個時間不過也快 因為這個認證的時間也快過了 如果這個是可以預期到的未來可能產生的一個利多因子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現階段來說 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找機會上升那個是對的 雖然阿翔阿森買的比較低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今年宏冠店 開始未來可能一兩個月之內 或者是一個月之內 傳出好消息 它的新的電源管理架構 得到國際大廠的認證 打入了某某大廠 不管是手機也好 或者是品牌的這個電腦也好 或者是NB平板 NB或者是平板的市場也好 這就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宏冠店以前 它主要在2015年那之前都還是主要還是在PC的市場 但是因為它市占率很高啊 但是PC市場我想各位都知道 它是逐年衰退的 但是如果能夠藉由這新的認證 轉去新的產品的應用 包含了伺服器 包含了NB 包含了平板 包含了手機 那對於它來說 它的前景就會整個扭轉過來 這是未來可能可以運行到的潛在性的利多 那當然我們還是也一樣要尊重一下 居住面的角度 那這一檔個股以一個這個 你看它下方是一個基線 這邊是一個月線 以月線線為我們一個重要的防守體 剛好月線這個位置也是來到 它先前供給紅黑棒的一半位置 好的 感謝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今天本來還要再跟各位談談 千富跟長長久久 還有南夢之星的這個部分 因為沒有時間 希望今天的節目 各位投資朋友能夠喜歡 那也希望今天的節目 能夠給各位一個明確的策略跟方向 阿翔老師誠摯 感謝所有好朋友 您願意每天準時收看阿翔老師的節目 謝謝各位 謝謝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